不是我不明白 这世界变化看 我们才录完一期 叫做GTP3.5 也就是所谓的ChatGTP 还在那里为着 这个人工智能 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便捷我们的工作 来大为感叹的时候 这个时候 OpenAI 也就是微软下面这个机构 它又在ChatGPT 也就是GPT3.5的基础上 不到半年就迭代了 一代变成了GPT4 也就是GPT4 那么现在你如果还在讲ChatGPT 那么对不起 你就已经过时了 那么实际上 大家很好奇说 ChatGPT 也就是GPT3.5 比起GPT4来说 差在哪里呢 差的不是一点点 我们知道说 以前的老板的话 他没有办法来识别图像 现在的可以通过图像的输入 来识别图像 能够对这个图像进行分析 并且在你的要求下 对下一步进行操作 举个注意的例子 打开冰箱门 你拍一张照片 看一下你的冰箱里面 现在所有的食物 然后你要GPT4来给你提供一个 今天要吃什么菜的食谱 他马上三四五个菜 他的食谱就推出来了 你把你的做实验的数据 这张图放在那里 然后他看一眼 他就可以来解释数据 甚至洋洋傻傻 给你写几万字的论文 那很多人喜欢用这个 Excel 这个电子表格 你也会过时了 那么他实际上 光是看一下数据 他就可以根据你的指令 生成各种各样的表格 并且加以分析 甚至你只要来想象说 这个数据做什么样的处理 根本不需要像以前那样 还要去很复杂的去输入一个公式 你现在直接想把 你要做的事情告诉他 他马上就可以把新生成的数据 以及的表格 以及分析的文字都给你写出来 还有 假如说 你在想要设计一个网页 你在一个餐厅纸上 画一个草图 拍张照片给他 他马上就可以 把代码给你写出来 然后直接 你一运作 那个网页就生成了 那这些当然都是最新的一些 我们探为观止的一些的变化 接下来大家还可以举一些的具体的数据 来分析说 4比3.5要高明到哪里 但是我今天想要再继续来跟大家做一个挑战 就是你能想象 半年迭代以后 再过半年我们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吗 好 那我们先不要讲再过半年 因为刚刚OpenAI已经说了 说我们几个月以后 我们就会把现在的GPT4 我们现在还要付费才能用 每个月20块钱 他就直接把它植入到 这个Microsoft Office 这个系列的办公软体当中 大概11个办公软体 叫做全家桶 然后就可以让所有的人 都可以在使用Microsoft Office的时候 就直接用到了这里的人工智能 根据他们统计 会解放全世界 差不多10亿用户 他们的生产力 能够让很多的事情一键生成 比如说你可以掉一个已经写好的word的文本 一键就让它生成一个PPT换灯片 或者你可以让这个 把上次开会的时候 说这个会议记录掉出来 然后你一键生成 马上就可以写个报告说 我接下来要采取哪些哪些哪些的步骤 或者你想要把你发电子邮件的主题 告诉他 然后他可以调取过去 你和你的同事之间在工作当中的沟通 然后以你的口吻就直接起草一份电子邮件 当然你修改过以后就可以发出去了 你看是不是极大的来改变了 我们的工作的习惯和工作效能呢 很多人说有很多人要失业了 其实这点OpenAI的创始人Sam Ottman都想到了 他的有两大宏愿 除了继续不断升级这个GPT以外 他的两大宏愿是什么 第一就是这些解放了的生产力 由机器来做 那么所创造同样的商业价值 就可以让很多人就不需要去工作了 那么这些人怎么养活呢 就可以通过一个叫做Basic Income 听上去很熟悉 以前Andrew Young的选总统的时候 也讲到了 我们有个Basic Income 那么他就致力于说 我解放出来的这些生产力 那么我社会财富 就可以用一种更加公平平均的方式 就给提供给大家 让大家不用干活 就可以享受这些基本收入 Basic Income 这还不算 还有一条 就是你大量的运算 不是要用大量的能源吗 那这些能源哪里来 他在投资可控核聚变 可控核聚变 一旦商业化的话 就会跨时代的超出 我们现在所用的化石燃料 以及可再生的风能电能 然后用极低 甚至是几乎免费的成本 获取大量的能源 来运作这个人工智能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使得所有的人 以极低的 或者所有的国家 都可以以极低的成本 来享受这样的人工智能 极大的改变未来的世界 那么如果说 我们先以这个 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让大家掉掉胃口 让大家想象 这种的事情 你今天可以想象得出来吗 我们就可以继续来进行探讨 那么CHAT GPT 升级到GPT4以后 我们大家所看到的一些的 它的好处在哪里 它的缺点在哪里 同时还有的就是 我们作为普通人 我们要怎么样来迎接应对 这样的改变 甚至和OpenAI一起去梦想 我们人类的未来 GPT4和GPT3或3.5 让各位观众知道一下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知识升成 累积已经进入加速 因为从GPT2到GPT3 它的参数是增加了10倍 所以GPT3大概是175个Billion 就是1751个参数 但是GPT4有意义说是170个Tillion 那Tillion是Billion的1000倍 那也有人说是100个Tillion 100个Tillion也好 175个Tillion 这都是GPT3 175个Tillion的1000倍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2到3参数是10倍 3到4参数是500倍到1000倍 这是一个指数加速升成 那第二个呢 如同Google前执行长 Dr. Eric Smith 他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来 人类知识文明的累积 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这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到现在几百年了 那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有知识 但是没有understanding 无法解释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知识 现在是机器衍生告诉你 当然了 这部分是可以改进 如果大家觉得说 我知识之外 我得理解 跟我知识一样重要 我相信呢 这个神经网络 可以回过头来 把它的论述 道理 给你的 我是这么算出来 现在虽然还没有这件事 但我相信 你将来是可以告诉你 所以可以不同程度的 来透过眼镜 告诉你 我的论述推理 是这么来的 所以既可以有知识 也可以有合理的理解 不过呢 这个事情现在还没到 总而言之 所以人的知识 很快会扩展 超过人 我们自己的理解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这个有些观众说 那到底怎么回事 简单讲的是这样 其实人工智慧 从我在 我刚才在念 人工智慧 那确实是20世纪的事情 在这过去 超过35年 事实上将近40年的时间 一直到过去十几二十年 整个原来的机器学习 神经网络 Neuronet 慢慢进入 有架构性多层级的 Deep Learning Model 深度的学习 才开始 胡飞猛进 因为它配上 大量 海量的资料 跟运算 那么在这个深度学习 这样的一个模式里头 GPT呢 它用的是叫做 Transformer Model 这有点深奥 肩口 敖牙 无论如何 它呢 是可以序列性的 因为语言是序列性 它序列性的学习 它序列性的被你输入 你要告诉它的讯息 但它可以同步 大量的去被训练 所以呢 这是为什么它现在 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 它就继续大量的 在学习运算 其实GPT3也好 4也好 它们是有一些能力 等于是我们 某一些人类的专家 把这个知识 来加以扩展 比如说 写个中文 写手赞美短诗 称赞雷根总统吧 李白风格 还有杜甫风格 我看他答案 就还不错 李白风格 他会讲其中包括这一两句 这个英姿 宣昂 武剑 弄花 或者是风范非凡 这种像是李白的气魄 但是呢 如果是杜甫的风格 他就说他可能是横空出世 威名远过 或者说他深圳长安 重圣宏愿 就是你就发现说 他是可以掌握到一些 中文古诗底 这个李白杜甫 这个少林武当的一些精神 同样道理 邵阳指出来 你跟他讲 画一幅 我家的小狗跟小猫 来一个奇白石风格 或者今天我要反古风格 那他也可以根据 这些绘画里的一些特色 色系 用的画点大小 然后来生成出来 所以这些能力呢 本来可能是人类中专家的 但是在一个机器生成 就将专家的能力 抽离之后 就迅速的扩展知识 以我所专长的电算科学 Computer Science 我知道OpenAI 他已经找了1000个 Coded Programmer 这1000个Programmer呢 就把我们计算机领域里头 一些常用的一些典范 一些算法 他都把它写好 就好像CHPT把杜甫的诗 李白的诗全读了 读完之后 他还可以生出来说 我是要这样的风格 就叫做李白的风格 杜甫的词汇 那么刚才那1000个电脑工程师呢 他们的才华被集中 接下来之后 从这个时候开始 就可以大量的运输 所以对于知识的扩散 教育 以普遍水平提升 当然是有帮助 但是接下来就是说 那么我们一般的人 不是这么专家的 怎么样可以来跟他来变成一个 具有生产力的一个共用关系 这个我想是值得考量 至少对我们现在来说 如果问我一个话题 那么比如说怎么样 CHPT会不会取代人类哪些工作 我自己会想一想 然后就问他一下 他回答了可能是六种工作 可能会被取代 然后我就把我自己想的 看他在不在六个里面 同时我觉得自己 要加上一两年我们自己的看法 所以这样子的话 系统性可以由他来 突破性 跟我们独特的眼光前瞻性 这个是我们可以贡献 这个时候 他就不再是我的威胁 而是可能是我的一个助手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 看看苏珊你怎么说 这个GPT这个话题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那刚刚讲 我们看少阳跟Jerry都讲到 这个GPT4跟之前的CHAT GPT有很多的进步 那基本上就是它更快 然后更加的合理 更加的准确 我想我们可能还是在一个 一个刚刚开始 就是一个临界点被突破了 我们虽然我们现在 虽然非常的shock 知道说他可以做这些事情 但是他应该离 终极的这个超级冷脑 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真正可怕的就是 他的变化是这么的迅速 是一个不是一个这个线性增长 是exponentially的这样子 在前进 甚至是非业 那刚才少阳跟 少阳之前有提到说 他现在翻译 因为少阳是这个专业的翻译家 他对比了各种的product 他认为这个GPT的这个翻译 比Google Translate 更加能够照顾到前后文 是一个更加完整的一个翻译 我们也看到说这个GPT4 可以从几张图片里面 看出这个图片里面的幽默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真的这个就是其实蛮厉害的 你仔细去想 有个成绩叫做细思盛恐 就是他真的是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才能达到那一步 当然写一个诗或者画一个什么画 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一般人都不会画画 但就是说 然后他刚才讲到说 他可以在 可以就是你用手写画一个 一个web page 他就可以帮你把那个 把程序写出来 你只要copy and paste这个程序 到你的这个平台 这个程序一走 就出现一个可以用的web page 那这个就意味着说 很多的比较低档一点的程序员的工作 就有点危险 那我觉得说 这个再发展下去 没有理由相信 更高档一点的程序员会很safe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 我的儿子正准备要转到计算机系 刚才我们听说我们的一个 好朋友进了UC的计算机 刚才我一个很兴奋的脸 不在我们拍下来 是因为现在是发榜的时候 这个实际上我想对很多家长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到底将来什么样的行业 所以在我个人是觉得 还太早 还太早去知道 那我现在都有点暗暗的希望 不要发展的那么快 快到一个我们都没有办法 去catch up的一个地步 另外我看到说 他现在在跟一些公司合作 比如说Kine Academy 我不知道 如果你孩子还是在小学初中 你一定知道 因为高中 他们都是用这个web site 在里面做题目 他现在会把这个应用在Kine Academy 基本上 他会教你怎么做 比如说你给他一个 比如说一个方程式 说怎么解 他会跟你讲 那他这个跟一般的那种 你Google一下 给你一段怎么做不一样 当然是因为你可以跟他 你可以跟他对话 对不对 你可以说 为什么不是那样 为什么不是这样 我相信其实就是有一点要代替 至少代替Tutor 这样一个功能 那我就想到其实这种教学的功能 其实在中国的一个公司很早就有了 那总的来讲 中国的这个做AI的之前 他们是比较注重application 他们很快地把这些AI应用在一些行业 比如说医疗或者是教育 还有翻译什么 他们其实已经在就赚比较多钱了 反正美国这边的看起来比较落后 但实际上美国这边是在go deeper 在挖深 他在整个技术 在整个infrastructure 各方面都是远远超过中国 他现在开始有点像后继勃发 现在这一发展出来 我觉得中国那边都是有点懵了 他们关键现在没法用这个chatGPT 我有个朋友还希望我帮他搞一个account 我说不行 我帮他帮你搞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科技 它的确是积累积累积累 然后再一个突发 所以这种愿意去花实烟花成本 再慢慢在你发展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就不是那么急功近利 就把基本的都搞好 我看到说这个open AI 他就这样做了 我觉得一下子就超过了 我觉得以前我很崇拜Google的 因为它alpha code的关系 很厉害 因为我下气了 我觉得太美景了 是夜幕如快要到了 我们一下想象到matrix里面的machine city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matrix 那个machine city 那时候的machine已经是远远超过人了 对吧 当然没那么快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ChatGPT GPT4 看到它的这个成长 就让我想到说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成长 另外最后再讲一点 就是刚刚Jerry提到 说以后的人 可能就是从这边来拿知识了 对不对 那确实有点点可怕 就是我们都会把它写的东西 eventually当然是对的 等于说是被它洗脑 那其实Elon Musk 对这个是有很大的恐惧 他认为ChatGPT比较walk 他觉得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甚至都想要去搞一个non-woke的version 所以我觉得有点竞争也挺好的 但是你已经玩了那么多了 不知道会怎么样 那真的是这个我讲到Elon Musk 一直都是我们觉得说非常innovative 非常重要的影响的一个能 我现在没想到 突然间横空出世 对吧 这个OpenAI OpenAI的founder是叫Sand 对吧 那刚才上海讲到说 他还有更大的理想跟目标 他就是要很多人美食干 可以在家休息 那也许他会不会超过Elon Musk 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人 我觉得也是需要拭目以待 OpenAI的 其实我比较想把它看成一个开始 因为目前这个产品的雏形 当然是已经可以在某一些行业的 某一些事情上可以用上 但是你说能够广泛应用在 productivity gain 就是让生产力会产生 这个绝对性的改变的话 那还好像还差一点 就好像你知道当时 这个从人力到蒸汽机 或者是从那个马车到汽车 这种改变 这个改变也是很久的时间 我们以为说 一夜之间大家都跑去买车 其实从发明汽车的那个Mercedes 到那个汽车Model T 这是很长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就普及化需要很大的长时间 然后还有你要use case 就是你需要有说 有一地方你到底要干 这个东西到底干嘛用 到底怎么样能够用在 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 直接影响我的工作 并且是能够取代某些人 那当时这个在汽车大量生产的时候 有几个预言 就第一就是完了 就美国就大规模会失业 因为太有效率了 不过铁路发明的时候 也是有同样的一个问题 你如果去看历史里面 真的是有记载 有些人就什么自杀 或者是忧郁 严重忧郁 会觉得他就完了 他说然后 而且他不是觉得他自己玩了 他就觉得整个世界都玩了 就说哎呀 极少数人会控制这些资源 然后其他人就全部都没事干 然后一百年过了后 你看我们今天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个人是还挺忙的 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大家觉得怎么样 还有就说汽车发明了 还有一个更预言 我跟你讲你现在讲起来 都觉得超级好笑 但是 但是 就当时的确是有人说 完了 那个汽车一发明 所有的人下半身开始萎缩 每个人都不用走路了 对吧 然后你就光靠车 干嘛都用车 体力也差了 寿命也短了 结果现在发生什么事呢 就不用我讲了 就是这些都没有发生 对不对 所以就说很多 有时候我们想到那个 the worst case 都不会发生 但是的确对生产力 对这个社会结构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刚才苏晨提到一些例子 那少年也提到一些例子 那我自己就 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最近很多人写email 还有我们因为经常跟customer沟通 所以你在这个email里面 要写的比较正式一点 或者写的比较 至少不能有错字 或者文法 现在开始真的有人就写一篇东西 GPT你可以帮我clean up 或者你可以帮我 帮我perfect一下 结果你知道写出来的 那个读起来都差不太多 所以我目前是得到了一个结论 就是说 这个老兄是还蛮厉害的 对不对 因为他至少他知道 the right thing to do 但是你如果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两三个版本 然后要有不同人的口气 对 他就会有个问题 然后他有问题 他说就是 不是上 那个Jerry刚才讲的 可以 就是你要告诉他 你要谁的口气 你如果说你自己 可不可以产生一个 你自己的口气来 对不起 他没有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就说 这个东西 他的intelligence 但是就是局限于说 他必须还是要有范本 但是就说 在我刚刚讲的use case 我觉得在几年之内 绝大部分的人的写作能力 的确是稍微会退化一点 对不对 就好像就说 当那个电脑普及了以后 手写字的 那个写的就难看一点 写的慢一点 一样道理 但是你说 会不会说 每个人都不用写字了 这个还稍微言之过早 可能还需要一段 很长的时间吧 那至于说 那个工作会不会被取代呢 我就想又想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我奶奶呢 她是这个 她是最后一批古代人 就是不适自 残小脚 穿 她没有穿过洋服 西服这一身 然后当她家里面 装个电话的时候 她大概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不敢碰我们的电话 她觉得这件事情 实在太可怕了 她可以理解说 到电报局去打电报 我不知道 因为她从小就看到我电报 对不对 她也可以知道说 到一个地方去打个电话 因为有一条线 对不对 但她没有办法想象说 我在家里做的就可以跟我孙子讲话 这件事情 她搞了很久 才克服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 这个至于工作会不会取代 就取决于 你是不是要embrace这个technology 然后让这个technology 变成你可以去用的 而不是只是在那边想说 好可怕 好可怕 对不对 那中秀她还是用了 她用了就经常喜欢打电话 跟我们聊天 越洋也可以 对不对 这是多好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想说 一定会有很多 AI的这种use case 会出来 能够应用在一些 取代一些 真的是很多人 不太想做的事情上面 然后呢 增加大家的这个工作 至少工作方面的生活品质 可以提升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了 GBT45啊 6啊 7啊 8啊 如果真的能够让我们 在日常生活上面 得到一点方便 让工作上更有效率 何乐不为 我想对我们工作上的差别 是至少有几种差别 有一种 就是你时间的分配 会开始改变 比如说 我们大为也是 如果你是做企业管理 做企业顾问 今天你想要在这100个高管面前 或者是两群客户面前 你要把你的概念清楚地表达 你就想用图画 然后想一些标语 然后丢一些数字 得到它的注意力 本来这件事要花很多时间 想清楚之后 还得花很多时间去做跑通 那我可以想象 等到有这样的一种 有智慧的工具 我就问他说 我要得到这群的注意力 他们认识我 但是不熟悉这个主题 或者他们不认识我 那我要用图画的方式 他就会给我一些 这些版本 然后你可以帮我把它放进去 我们可以想象 它会帮助你来使用 也许已经其他证明 很有用的方式 它会帮助你节省这些时间 所以我觉得时间 是有一些改变 会有帮助 但同样的道理 如果有人其实没有很清楚的概念 那他可能会受到威胁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机器都帮他做 所以这个最后会变成是一个 创意 还有一个差异化 还有一个加值 可以感觉到是这样 所以创造性的一个取代和破坏 的确是会发生的 比如说在马车时代 并进入汽车时代 那个刷马的那个行业 去替马晋升的这个行业没了 但是帮人加油的工作产生了 那如果我觉得我就只能去替客户洗马 可能我会觉得福特的汽车 这是我的事业终结者 但如果我觉得我可以帮客户洗马 我也可以帮客户洗车呀 那也许我也可以转进 对吧 所以我想是会有一些这一类的工作 是会被取代 这可不是洗车的问题啊 如果我做的是一个 paralegal 就是把一些文字做个归纳 告诉你这讲什么东西 这就像我去洗马一样 可能变得洗 马没变得汽车 我可能就有危险 所以其实是有些 它的提供的服务得升值 不然是会受到一些淘汰 但是就像说 也会有汽车需要被洗 也会有汽油需要被加 对吧 那也会有涉及汽车的人 那同时客户服务也会改变 比如说本来我找个建筑师 我跟他讲说 我喜欢法国式的风格 我喜欢前头宽阔的 那他就跟我根据他的经验 给我一些选项 那现在这个我当然就可以问 Chair GPT 那也许建筑师会不会受到危险呢 不会啊 因为如果这个建筑师 还有这么一项工具 他听完之后 他可以一分钟之内就选出五种机器 跟他推荐的 然后说 但是我知道 我看出你喜欢明亮的颜色 你们家现在住的也许是很宽敞 我相信你要宽敞一点的 所以这个一个人机互动的方式 可能可以有更好的一些建议 所以我想这还是取决于 你怎么样使用 而不被这个技术来取代 当然是会有些工作 是会开始像洗马一样 是要被淘汰 那这个时候其实 如果整个经济的这样一个转变 能够有一点规划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不然也现在技术 但是Jerry你知道 从历史角度来讲 这是没法规划 这个就是一个爆炸性的革命 其实确实 就是说 我也同意你刚刚讲的 就是会有一些工作不需要人做了 但是会有一些新的工作出现 但这个我想 所以从长远来讲 我并不是特别担心 说以后人就没事做 但就是有一群人 在这个transition point 会蛮不容易的 就蛮有挑战 就是说你必须要 要突破你自己的comfort zone 你要去学一些新东西 我想这可能接下来 真的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问题 我想可能也不见得 也许在我们这辈子 就会看到蛮多的 其实你真的直接去想 它的potential真的是无穷无尽的 因为你如果它可以分析声音 它可以分析video 它现在是说你可以 当然我没有人用过 因为它现在好像还没有完全做出来 但是video声音图像照片都可以的话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这整个 比如老人的看护都完全不一样了 基本上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 它都了如指掌 它都可以帮你分析你该怎么做 这真的是非常 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出来之后 要需要配套的做什么东西 会有新的行业 我觉得我是没办法去想象 但是我知道 这还有一点 这么强的一个计算力 它需要的能源 它需要的这个算力 跟它有关的产业 一定是会很棒的产业 对吧 除非它已经厉害到 现在就是说 现在它虽然它脑子也一直在发育 但是它的手跟脚 就是从机器人的脚来讲 其实还是比较behind 对不对 Boston Scientific出了一个 会跳的那种机器人 它其实是program的 它不是说好像随机应变 你看那个Tesla出来的那个机器人 还是比较 只能做简单的几个动作 但它一旦那一部分做起来 再跟这个脑子合起来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确实我们前面的 这个很精彩 讲到这个工作 我就想到一点很有趣的 就说在那个 大陆不是说很多工厂 说哎呀那人很难管 最后都变成机器人 是吧 然后呢 那有人就问那个 鸿海的那个董事长 现在就说 为什么你在工厂里面 用了机器人 还要这么多的人 还是很多人 然后他就说 机器人也是人做的 机器人也要维修 那工厂 机器人会去修工厂 机器人 对啊 他机器人会去端茶倒水 给你那个 就是也许以后会 但至少现在还不行 机器人他还没有自身能力 对不对 然后他说 所以他雇了一大堆人 是为什么 是修那个机器人 还有在我们那个Fremont 那个工厂 德州的 听说德州的特斯拉更是厉害 他说其实雇了很多 都是高级工程师 那工程师不是做车的 是去修弄工厂 因为那工厂极其复杂 所以说AI搞不好 也有同样的问题 但是可以预见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一开始就讲到 低阶的脑力活 可能需要的人 真的就没有那么多了 所以你要做脑力活的话 你最好是走高阶一点的路线 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些东西比较难取代了 比如说是需要在那个 吃饭喝酒的时候 谈事情的这种事情 这类的事情 你说叫一个 你派个机器人去 他那个派个AI去 还是有点奇怪 对不对 因为人嘛 你要臭味相同的人做生意 对吧 所以好像这一点很难取代 还有就是说 苏晨康讲到这个机器 整个机器人 说他不灵活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都是 有可能会突破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我知道 我们在注重上面 久人就知道 经常大家都说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没温度 没温度 是吧 所以我真的可以预见说 几十年以后 也许一个人 来interview一个工作 第一件事情 就是跟我去打场高尔夫球 其他那些通通不重要 我想不想跟你这个家伙 在一起 待个四个小时 我如果可以跟你打场球的话 这个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条件都很简单 人家体力活根 找机器人 脑力活动 但是我需要个人在那里 做一个我不知道做什么 在干嘛的 对不对 搞不好 这个变成最重要的事情 谁知道 拭目以待 非常好 对不起 对不起 tienes 我 不是 就是 一些 是úsic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